这个换联啊 总有一些这个统计数据 让你总觉得自己这个拖别人后腿的这种统计数据啊 都是网上特别的多 但是你一定要睁大眼睛啊 擦亮眼睛 因为很多数据是假的 根本没什么依据的 所以呢 这个户上的这个网络辟谣平台 已经发现了很多假榜单 你比如说这个粤港澳城市交流论坛上面发布的 2022年中国城市家庭平均年收入百强榜 香港以年收入155.7万元高居第一 上海以106万紧随在台北之后 列第三 这个数据就是个假的数据是吧 一一然后在这个喵姐说房的这么一个抖音号上面 说90后人均存款榜单显示上海有126.7万 这是人均存款榜单126.7万 腿都吓哆嗦了 是吧 所以这些榜单一看都是就就没道理 是吧 但是很多人觉得我是被平均的吗 所以也无所谓 所以这些数据将来发布的太多了 实际上影响他的公信力 大家也就都不看了 你看沃顿裁军说90后平均综合年收入调研 显示2021年度上海是42.2万 啊 这个这个数据排名第一啊 那这种第一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没意义 因为这数据就是假的 所以看着这些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榜单 网友都纷纷留言说自己又拖后腿了 是吧 所以呢 其实上海的这些数据数据啊 是有据可群的 有官方数据的 但是很多人他不去查 你看这个上海市统计局最近宣 通过的这个叫2021年上海全口进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七万八千零二十七元 据全国首位啊 这种统计呢 他就比较科学 当然你不能说他就完全正确 或者跟你的数 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但是这个这些数据才是政府决策 或者说做商业可以信赖 可以认可的数据 那其他的数据纯粹就是供你娱乐用的 不可当真 不可当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